好,一開閘的時候 終點了,羽龍共舞,贏到掉了 中心未來,埋便透出 見到的就有氣了 最後兩百多米,透出就是飛天劍 10月28日的菊草賽事會用私家三欄 想到10月底已經跑9場賽事 到時大家一定會過足癮 以往的私家三欄通常都有個利前置的偏差 內欄馬匹通常都會好賺 上次威止經一檔放到尾,還要破班制紀錄 不知道今次會不會又排到個好檔可以賺光呢? 五歲的澳洲自購新馬皮具之星 上季在香港跑8次,季美那場跑第三 但輸期評分減了兩分 所以季內初出跑第四之後 增程跑16米,我就特別去看看她的血統簡評 馬匯的初出馬介紹,就說她是一隻1200到1600馬 可能因為負系I'm Invincible 在香港大部分都是短途馬 但仔細看,其實她媽媽贏到2000米 而外祖母也贏到1800米 我猜1600到1800米才合她腳法 而初跑谷草還要跑1800米 我想應該會嚇嚇不少人 但算一下質態,應該在座位望贏 六歲的法國自購馬尚婆福滿 上季季初階段還在三班跑 也在三班泥地1650米有上的紀錄 但之後一路輸,輸到44分之後 輸期評分竟然減到7分 現在37分實在太多好處了 這隻褲是迪諾醫生的子字 根本是一隻1800、2000或者更長的馬 雖然八月尾才復貨 神科的功夫不算很多 但轉了馬房之後試了貨雜 走勢不錯,算是含蓄地追近 這匹馬不用留到很厚 可以前置Handy一點 如果被她抽到一個內檔 守住了三、四位的話 不排除可以欠到一個位置 五歲的澳洲自購新馬總統之星 上季跑了7次 季尾那場在菊草同程,跑第二 但那場馬有點覺得是賺了慢步速 而且是前置的偏差 季尾跑三次,近都不近 我想就算上名的路程都比較難 31分的五歲紐西蘭自購新馬 東方雷 又是上季季尾在五班上過名 當時雖然是前置入位 不過那場馬步速非常慢 這匹馬現在評分當然有少少微利 應該可以欠下位置 但是能力不算特別強 而且我一直覺得這匹馬留著少少來跑 好過前置 看看排什麼檔 馬房同晚次有馬配合而來 不排除可以欠到位置 五歲的澳洲PP智聰明 還在沙田排一檔黏地贏馬 再出跑場泥地1650米都能夠上名 以為會扶搖直上 可以上四班都可以 誰知季尾那場菊草千八米走光 來到新的季跑了兩次 初出那場就是受惠於萬步速 所以捱到回來有第六名 所以他再出增程跑千八米的時候 成為熱門 我都說會不會難一點 誰知配了莫雷拉之後跑第二名 排面上是不錯的 時間好像是和尾場二班的勁勃 贏馬時間差不多 當然這場頭馬千斤一落 再出之後只是表現普通 不過他跑法主動 就算菊草好像暫時不太好 都要拖回赤龍彩腳 葉昌鴻馬房的六歲紐西蘭自購馬 最開心 上季可以在37分贏馬 當時很強烈 但贏完馬之後 近都不近 今年跑了兩次 當然是熱救身 但狀態仍然遠不及去年贏馬時候 我想就難一點 苗里德馬房的五歲澳洲自購身馬 超霸無敵 轉馬房之後跑兩次 在五班都是沒有表現 其實上季贏馬之後 就馬都已經開始沉 而且這次跑千百米 應該嚴長 就算起步之後 他能夠放頭控制步速都好 我想機會都應該一般 除了在Youtube分享賽事拆局分析之外 我也有在以下不同的社交媒體 和大家做互動 如果大家想聊一下馬仔 和知道馬圈最新的資訊 記得去Facebook找一下 馬紀仙賽馬心得分享及交流區 五歲的拍賣會馬馬嬌熊 上季六中五班之後見到馬開始接近 而這個馬房今年的馬每隻都特別適合 所以上次我也有說 這匹馬嬌熊暑假的時候有進展 初出跑千六米也不會嚴短 結果追回來的第四名不差 這次不知道借不借到周俊諾繼續拆棋 但是計算一匹馬 熱身之後增情更加合腳法 如果抽到好檔不排除他贏了 五歲的英國自購新馬叫關營庫 不覺不覺今年已經是第三季上陣 第一季跑五次就已經減了九分 暑期評分還要減了十分給他 但可能因為健康問題 上季只是跑過一次 今季季初再減多八分給他 由三十分起步都是未得住 十月四日跑完之後再減多兩分 現在二十八分 對於這匹完全沒有表現的馬來講 我想他在這組很難起到作用 隨與食馬房的五歲紐西蘭自購新馬 威梓荊 前將跑谷草同情排過一檔 雖然破到班紙紀錄贏馬 而且還要贏明德之星之後能夠保重 但接著跑田祖二千米 真是完全沒有表現 在香港跑十次 只得前將贏馬時有表現 一隻這麼飄忽的馬 如果成為業門的話 真的要小心一點 我建議如果投注四龍彩的話 最多都是拖一票 鄭俊偉馬房的六歲紐西蘭自購新馬 環保時代 不看真點都不知道原來這匹是快樂實在的 是一隻Halfbrother來的 季內跑了三次 近而沒什麼威脅 這匹馬就雖然是被動 不過現在評分真的很有優勢 而且菊草應該更加適合他發揮 雖然頭注上QT未必遇到他 四龍彩 忍一票吧 五歲的南非PPG成功升區 上季跑了八次 最厲害的是季尾 跑菊草千百米 後追第六名 可惜這匹馬只有九百多磅 好像不太耐心 他今季加了眼罩 表現是有所提升的 剛剛跑場田祖千百米 算是跑得近一點 但是加速力 貫注力都真的不夠 上次的排位體重是九百五十磅 我假設的磅壞了先 九百多磅的馬 真是很難在香港站得住 在這一組真的選不到他 第一後備馬 神馬飛揚 如果補得出來就發達了 因為這場馬真的不會有很多快馬 他應該可以切到在前面控制步速 剛剛也說過 斯加三難通常大利前置 即得後追又追到的五班馬 真的不多 希望他能夠補得出來 這場馬步速應該會正常 看完報名表之後 我的首選是皮具之聲 我覺得馬現在才剛剛起 而且評分有優勢 當然他跑法比較被動 如果沒有步速的話 他比較難追 但計馬應該是首選 相浦覆滿有班 馬嬌紅有氣量 兩隻馬都是越長越好的 今場對手不算很突出 不排除可以一起入位 而四五選方面 我在智聰明 環保時代 和威智經裡面選 我就沒有選到一隻很飄忽的威智經 但如果你投注四重彩的話 都要兼顧威智經 大家好 早晨 這場五班千八米賽事 安排在第二場 看完牌位表之後 我的選擇和初選都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你看到皮具之聲排了三檔 進學功退我手 而有班底的相模覆滿 排了二檔 也是很好跑的 自聰明 就算近方不算好好也好 排了一檔 你也不能不選擇 環保時代 這些配腳 一二二磅用潘頓 排了五檔 看看去什麼位法力 四重彩腳 而狀態起得不錯的馬嬌雄 今年應該反彈 還要加了一個配備 千百米雖然然嚴短 不過你真的不能不選擇他做腳 雖然C加三欄一向都是你前置 而我選擇的馬裡 只有一隻上模覆滿可以前一點 還有自聰明可以跟前一點 一隻就排一檔 一隻就排二檔 但馬膽都真的非常難選擇 如果計算能力的話 上模覆滿應該會贏你 皮具之聲是怕他追不及 馬嬌雄也是 而環保時代你才拖一票 其他馬的能力好像真的不夠這些馬跑 不過因為排檔關係 而且我預計上模覆滿應該會有少少淺分 所以我最後決定放他行頭 要調一調次序 上模覆滿行頭 第二選擇就是皮具之聲 第三選擇馬嬌雄 第四選擇自聰明 第五選擇保險腳 環保時代 通常我都會選擇五隻給大家 因為我是排位日超頭早 10點不夠就已經做這個拆局了 新房會有馬推出 我之後不會補的 不會改的 所以早點做了 早點享受吧大家 我有一個預告 接下來下一期拆局會有些新搞作 而且我會轉一轉形式 因為我發現了 我在Youtube做這條影片 和我平時做拆局的態度 語氣和說話 真的有很大分別 所以我想試一下 用回我平時做拆局的態度 去和大家聊聊天 看看大家會不會覺得舒服些 而且接下來星期日 賽事11月1號 莎莎婦女銀朵日 我會有一個新搞作 大家留意 肯定令大家滿意的 好嗎?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請記得給個Like 和訂閱支持一下 好了 還可以再看一看 來不及看了 今晚會不會拍得到 來不及看了 要不及看了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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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